嗨 大家好 我是磊樂 我是阿丹 我們現在人在東京 然後我們這一集呢 會整理幾個東京的新景點 就是疫情時間 或者是疫情這幾年才開幕的一些新景點給大家看 那今天這次影片 主要會跟大家分享 東京幾個新景點之外呢 還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最近在安排行程的時候 用的這個軟體 它叫做TanPiGo 那它這個APP呢 蠻像我以前在用Google Maps 在去安排一些景點 安排一些路線 我會去製作一個 給我屁的一個幣 它這個主要的就是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景點 你想要去的地方 都把它放進這個地圖裡面 它也會去幫你設計你的行程 你的路線 交通 會花多久的時間 它也會給你去到這附近 今天想要安排這附近 你也可以去看說 這附近還有沒有其他的景點 漏掉的 沒有標到 或者是你想去的地方 那我們這次呢 整理了幾個東京的新景點 有一些可能比較遠一點 我們這次不會去 可是我們新景點的地圖 也會放在這個APP裡面 那我們在下面的資訊欄 有這些景點的點節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們 也可以到下面去看喔 那我們這次整理的景點呢 除了像哈利波特的影城 大家非常知道之外呢 也有幾個美術館 然後幾個新的商場餐廳 好 那我們現在在新宿 那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們後面的這個新宿歌舞景點 好耶 這一棟呢 是在2023年才開幕的喔 它就是在新宿西口站這邊出來 外面就是很明顯 很大一棟 它的建築很特別耶 你看它上面好像有一個 那這一棟呢 總共有48層樓高 然後是在今年的4月才開幕的 然後裡面有像是 吃東西的地方 有飯店 有電影院 有劇場 它是一間複合式的大樓 對 然後除了這些之外呢 它在一樓 還有黑貓宅集店 就在這邊買完 買超重的之後呢 你就可以在這邊寄東西 對 然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它有巴士 直接可以到機場的運間 或成年機場 所以這個非常方便 對 好想來住這喔 走 我們進去逛逛 走 你看搭車的地方 喔 對對對 在這邊 好方便喔 嗯 然後在它一樓這邊呢 有一間墨西哥餐廳 對 賣漢堡跟卡托斯 對 然後還有一間和牛的餐廳 對 它這裡有賣歌劇 也漂亮 在它一樓這邊也有星巴克 然後它用餐區在二樓 然後你看它坐在靠窗的那個位置 不錯耶 從這裡35分鐘就可以到五田機場 我應該住這個 喔 從它上面二樓這邊上來呢 就是現在網路上面很熱門的一個區域 它這邊呢 有時間以日本各地為主的餐廳 像是在北海道 像是在沖繩 所以呢 如果說你想要嘗試 日本各地的餐廳的話 來這邊就對了 而且它這邊 它就故意把它設計成 東京圖夜城的感覺 就是 你看我們現在就算大白店進來 它裡面是暗暗的 然後把電燈全部都打亮 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餐廳是24小時營業的 哇 果然 勝負啊 對不對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表演的舞台 我們在星巴克的二樓 這裡 然後它這裡啊 窗戶那一排的名字就很好 如果是晚上的話就 就下面換很多 然後就可以看到 大家在那邊走來走去 對 所以窗戶那邊的位置是很享受的位置 對 然後在這間星巴克它的一樓 它還有一個大卡牆 就是一個馬賽克牆 然後還有它們的logo 一個造景 對 蠻漂亮的 然後我剛剛查了一下 這間 這一棟大樓的住宿 一個晚上平日的話呢 是一萬二 最基本的房間 嗯 周末已經賣完了 很正文啊 因為這一區就是這個價錢 嗯 等我長大我也要來這裡住 呵呵呵呵 然後在它三樓這裡啊 就是有一個遊戲空間 就是扭蛋啊 遊戲機啊 這種的都在這邊 好高空 然後它這邊設計的也是用 設計成科武器庭的一個風格 然後它除了 你剛才說的扭蛋啊 夾娃娃機之外啊 然後它還有什麼 像是一番賞啊 也有在這邊也可以玩 好高科技喔 你看喔 喔喔喔喔 哇 我有點雞皮疙瘩耶 這個門 還有這個燈光 帥喔 欸這是什麼東西啊 喔 膠囊 膠囊玩具 你們姓 不想玩 可是我只想要乳膚而已耶 你有想要這東西嗎 有有有我想要乳膚 那這個你用到企鵝 喔 企鵝 另外兩隻 這什麼 喔 ONE PIECE THE CAR GAME 我想玩 我又沒有卡 你又不會玩卡 對啊 喔 你看這裡是我的天堂 欸你看飲料耶 好帥喔 哇這什麼東西 你看後面都放開電競電腦 對 圖音正確的 喔 有可能喔 對 因為他樓上的飯店 沒有 還是的房子 日夜 還沒開始 Already closed today 今天才幾點而已 Already closed 大部分都是假娃娃機耶 你看他這還有VR 你坐在你的機器裡面 然後戴VR頭盔耶 現在四樓這邊呢 The Tokyo Matrix 是類似 密室逃脫的遊戲 然後他這裡有配合那個 刀劍神域 我可以玩嗎 是耶 密室逃脫的 好酷喔 對耶 他有配合刀劍神域的遊戲耶 我想玩 你逃不出來的 平日要兩千塊 事前預約兩千塊 現在預約要兩千二 如果他出海賊網 密室逃脫 我就絕對會把你丟在這裡 好科技喔 本來是東京耶 他連密室逃脫都進去 然後他都會有這個隱密顯示 但是你沒有拍到他們 有啊什麼 NOW LOADING之類 然後這次四樓一上 就是有社區約拿的電影院 然後十樓一上就是有飯店住宿的這樣 那下一個新景點呢 就是這個藍品咖啡 Hulu Bottle 他這是在公園裡面 這個公園呢 是在澀谷的利北谷公園 那他是兩層樓的空間喔 那他這邊呢 早上有賣早午餐 然後到晚上呢 還有提供紅酒 是藍品咖啡 第一間有提供紅酒的咖啡廳 哇這是他二樓這邊的空間 哇很大很多位置耶 你看我用這個APP 他就是可以設定說 我每一天的行程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對 然後可以看得到說 每一天的行程點跟點的距離 是多少 要花多久的時間交通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看他這邊 就可以清楚看到說 我們每個行程點在哪裡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我現在在社福嘛 那如果說我想要去 我找到這個社福人平時咖啡的話 我就點 然後就可以選擇說 導航 就可以幫你點去Google Maps這樣子 對蠻方便的 好那下一個新景點呢 我們來到這個公下公園 它上面這裡有一個公園 那這個是將原本的公園 翻新的一個新的地方 那這邊有吃的 然後有逛的 然後有住宿 這公園裡面有攀岩廠還有溜冰 還有一些運動設施 有漂亮 然後旁邊都是辦公大樓 在這麼多辦公大樓中間 某一棟大樓的頂樓 有這種公園的房 對 然後很多人就會坐在這邊 對 但這裡如果我們白天來的話 一定會超熱 對 你看那個 任一門 喔 任一門耶 這邊就是剛才說的有攀岩廠 然後有個多風的運動場 然後那邊是滑板場 兩小時不管是這裡的區 喔 之外的人是一千 所以看起來在公下公園呢 這個roof top的本身沒有什麼吃的 要吃的話到樓下 三樓 有非常多吃的 然後我們剛剛有吃到非常好吃的漢堡 嗨 好吃耶 好好吃喔 肉感很多 外面那個吐司烤的脆脆的 這才七百九 好好吃 好好吃喔 下一個新景點呢 就是在澀谷站的外面 然後它這裡某一棟大樓會有3D的公園 裸式3D 然後它時間呢 是從7點到12點 每個整點都會有一次 好 那它這個位置呢 就是從澀谷車站出來 然後在那個小狗 欸小狗在那裡 然後在這邊 好 你就坐在這裡剛剛好 而且我們時間剛好在3分鐘 我們剛才看啊 它只有出現在這一個牆 這面牆 跟那一面 那一面 綠色的 剛剛那幾個3D電視牆啊 它就有出現 採犬出來 看一個好像這樣 大概十秒不到 他們有到很誇張的跑出來啊 什麼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有 然後我們這一次剛好沒有 高雄那個巨人的手伸出來 那個就很明顯 好像很多人在韓國也有看到那個3D的 很明顯的 嗯 好 那它這個時間呢 雖然是從7點到晚上12點都有 但是它晚上的7點是沒有的 好 那下一個新景點呢 就是這個 Shubuya Sky 然後在這裡啊 大家就是會上去看夜景 然後可以先買票 對 是個360度的透明的觀景展望台 然後可以看到晴空塔 東京鐵塔 最遠還可以開到富士山 對 很多人呢 他們會從下午大概4、5點的時候呢 然後就上去 在它這一棟大樓啊 一樓就是賣很多伴手禮的地方 然後還有賣甜點 然後它這邊呢 有超多間的咖啡廳 分佈在各種不同的樓層 對 還有很多甜甜點 然後我們現在搭電梯到14樓這邊 這邊就是可以賣上去到頂樓的票 對 一百週年 中全八公一百週年 這是八公的故事嗎 我不知道 中全八公就是在車站 就是在車站一直等他的主人回來 然後他都等不到 每一天都去 在哪裡買的 然後他就是會看到這樣子的景色 然後今天的票已經賣完了 如果說有想要來的話呢 要買今天的票 基本上是一定都賣完了 所以我 大家可以上網 KKday或Klook 上去買都可以 而且票價還會比現場買還要便宜 然後在買票啊 他還可以上去選時間 那要記得說 有些人想要特別去看日落的景的話呢 他會標示說你日落的時間 就是特別去選日落的時間就好 好 後面這個淺草恆丁 在淺草市部級的一個新景點 然後這個也是在去年七月新開幕的 日本年輕人 他們現在非常喜歡來這裡 這個淺草恆丁呢 他在東京樂天地淺草大樓的四樓 然後開放時間呢 是從中午12點開到晚上的11點 那目前 他裡面有七間餐廳 有像是串燒啊 居酒屋 韓式料魚 鰻魚餐廳這樣子 然後裡面呢 也會有不定時的街頭藝人的表演喔 走 我們去看看 然後他這一棟樓 除了淺草恆丁之外 還有很多品牌 像是影蜜庫隆啊 然後對面就是24小時的躺進客人 這裡除了淺草恆丁之外 在三樓這邊也是有很多餐廳 像這個和牛燒肉店啊 然後這個旋轉壽司 這樓上好像有看到 四樓 在唱歌 為什麼有在唱歌的感覺 喔這還可以逐漸和服的地方 可以去那個淺草室拍照 海賊王 那裡還可以一邊看海賊王耶 你看那裡真的有人在唱歌 你看韓國料理 這裡就韓國料理 然後這間是串燒 我要吃這家 這家還可以看海賊王 這家也是串燒壽司類的 大部分都是串燒類的 大部分都是串燒類的 然後一間海賊料理 跟住衣服的 還有選這家嗎 這家有個帥哥在召喚 好啊走吧 那裡有窗邊 那裡 那去那裡吧 這邊看海賊王 在他這邊主要就是 一些串燒類的東西 然後一串大概150到250之間 其實價錢我覺得 吃過大阪的那個 也好吃 老貴族之後 就回不去了 老貴族真的是很便宜 那我們就大概點了一些 然後他有送一盤這個 套餐 其實我是被這個吸引進來 所以我們應該會試一次之後 再去別的地方吃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的食物 謝謝 我有點這個 放了 這兩個蛋那個 看起來比較小耶 照片很大 欸照片上面你看 照片上面是半個蛋 對對對 他這邊就是馬來西亞蝦 對 配蛋 600多日子的電影 我覺得非常貴 好 結果我們走出來 然後發現 在前場橫濱的外面 這衣服還都是居酒屋 而且都很多人 你看 反而我們在上面人 還比較少一點 對 這裡都很多人 好 改天來吃 好 那我們這次東京新景點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然後有幾個點我們沒有去的 也可以在下面資訊欄的APP裡面 找到相關的資訊喔 其實在東京這邊有蠻多其他的新景點 但因為距離我們比較遠 而且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我們沒有去到 我想像在前場這區呢 也有一個新景點 叫雨田川步道 它是個很好散步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新的百貨公司 那如果說你跟我們一樣 喜歡自己安排行程的話呢 也非常推薦使用這個APP 來做行程上面的安排喔 好 那我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 分享 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